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韩厨艺 糯米粉不要再用来煲汤圆或者是烙饼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糯米粉的特色做法 吃起来冰凉爽口,入口即化 比吃冰激凌还要好吃 夏天这样吃,真的是非常的美味 老少皆宜 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个山药 把山药皮去掉 这里,要是对山药粘液过敏的朋友 记得戴上一次性手套哦 皮去掉之后,给它切成片 切好之后,直接放入破壁机里面 加一袋纯牛奶 50克白糖 给它打成山药牛奶汁 然后碗中加150克糯米粉 把打好的山药汁倒进去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把它搅拌成这种细腻没有糯米粉颗粒就可以 接着,把它过滤在另一个盘子里面 这样吃起来更加的细腻 再放入锅中 盖上盖子 水开之后蒸15分钟 把糯米粉蒸熟 趁这个时间,准备两个紫薯 洗干净之后把皮去掉 紫薯又称之为喝薯 营养价值相当高 平时都是用来烤或者是煮粥 口感都相当的美味 今天用它来做馅料 保证吃起来也是比有一番风味的 再切成薄片 这样更容易蒸熟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 接着锅里面加入清水 把它放入锅中 水开之后蒸7-8分钟 把紫薯蒸熟 15分钟的时间 糯米粉糊就已经蒸熟了 用筷子挑开 没有白色面糊就行 给它取出来 搅拌搅拌 这样能使糯米粉糊快速降温 放在一边放凉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碗糯米粉倒入锅中 开小火慢慢地翻炒 把糯米粉炒熟 炒至微微变黄 像饰品中 这样就可以 整个过程呢 一定要有耐心 我这里 大约翻炒了10分钟左右 把它铲出来 装入盘中 放凉 大约8分钟左右的时间 紫薯就已经蒸熟了 已经明显看到紫薯非常的粉面 取出来 倒入碗中 加一大勺蜂蜜 没有蜂蜜的可以加白糖或者是红糖都行 用擀面材压成紫薯泥 尽量压得细腻一点 放一旁备用 跟着在菜板上倒入一勺油 给它涂抹均匀 再把放凉的糯米团放上去 揉一揉 把它揉光滑 这样吃起来更加的软糯 还可以像视频中这样 拉扯两三分钟 然后面板上撒一些炒熟的糯米粉 再把糯米粉团放进去 继续揉成面团 用擀面杖擀开 擀成面片 再把紫薯馅料放上去 涂抹均匀 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了 请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支持 再从一端卷起来 搓一搓 整理整理 然后取一根棉线 像视频中这样 把它分成小块 摆入盘中 非常好吃的 山药紫薯糯米粉卷 就做好了 吃起来 口感香甜软糯 奶香味浓郁 我们可以放入冰箱 冷藏半个小时左右 再来吃 这样口感更佳 吃起来 冰冰凉凉的 入口即化的感觉 比吃冰激凌还要好吃 真的是太美味了 用紫薯做馅料 颜色搭配也好看 加了蜂蜜 紫薯和蜂蜜完美融合 吃起来 有一种丰富的视觉享受 香甜不腻 糯米粉里面呢 加入山药 牛奶一起 营养很是全面 而且做法也很简单 是炎热的夏天 餐桌上必备的一道小甜品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美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美食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给我点个关注吧 我是小韩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